非常高兴啊 同爱尔赛总统先生在里面热门的会面 中国和普利维亚是好朋友好兄弟 近年来两个关系 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坚定的相互支持 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丰硕 基础设施建设 矿产 冶金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方祝贺玻利维亚成为金砖受邀伙伴国 愿同播放一道努力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和共同发展 做出贡献 明年是中国建交40周年 也是玻利维亚独立200周年 我高度重视中国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 更续两国传统友谊 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引领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